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挨了刀子受了伤 他身体受不受得了 对了 他还熬了粥 一口一口地给他喂呢 这个梁少秋有病就治病 把庄宇哥叫回来说什么呢 你自己记吧 有两件事情 先要麻烦庄宇哥帮个忙 第一件事呢 就是金刚偷袭了我 竟然能够逃跑 说明有人给他放水 还有 那个林医生 说他是从德国回来的 你能不能帮我 确认一下他的身份 你订了烧额 麻烦你了 林医生 林医生这么晚了还叫吃的呀 没办法 合警官主的东西没法吃啊 要不要一起啊 我就不跟你抢了 你多吃点 养足精神对付你的小辣椒 嗯 嗯 何清清 林医生 何妖姐不在 一早就陪梁绍 去参加接管青帮的发布会了 她还专门交代过 不用去找她 等她回来就好 学姐昨晚去找我 让我今天一早就来诊所 是出了什么事吗 学姐让我跟你说 今天梁绍秋会参加 接管青帮的发布会 要引金刚和一众叛徒献身 说要一网打剑 送给你当礼物 听说全花城的杀手都会去 我去找何欣欣 不能让梁绍秋出席发布会 梁绍 金刚和您要的那些人 已经入场了 那些巡赏的杀手呢 花城凡是能拍热号的 都已经入场了 梁绍放心 一个也不会少 梁绍的安排果然高明啊 那我们就等你的信号了 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老板 梁绍 会场已经排查完毕 可以过去了 好 你又比我快了 你又比我快了 这手擦机怎么回事啊 这手擦机怎么回事啊 这电梯被我改装过的 他只听我的话 在我的聚落部里想要控制我 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在最后我杀了你 你不会杀我的 你要杀我早动手了 你把我带到这儿 就是不想让我再发布会现身吧 你到底是哪边的人 如果是杀手的话 未免太奇怪了 如果是金刚的人 也不会这么聪明 不管你是哪的人 做我的人好不好 保证你的生活会很多字多彩 刚才就问一下 是不是进去了 سم人 把我的 Onu撥呢 你疯了 怎么办 Snap我 那我们到哪里 响 看我们 我们到哪里 教官 你是不是觉得你每次都比我快 所以这次你也一定能赢我 美女 你们俩商量好了没 我到底跟谁啊 怎么办 你们俩我都好喜欢 教官 这次你可要输了 换人质吗 教官 你教过我呢 对手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要怎么赢 该怎么做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没事 没事 差不多是这个样子没错 不过那个人呢 一直在我的身后 所以我也没看清他长什么样子 何警官 你是被他救的 你也没有看清他的样子吗 他当时戴着面罩 看不清脸 只能看到眼睛 当时情况太混乱了 他很快就走了 光凭眼睛 我也不记得了 我们丢了一个很有意思的人 那真的是太可惜了 这个人我喜欢 也非常想要的 你们局长可答应过我 如果这次合作成功的话 算是欠我一个人情 那你们如果有线索找到了他 不如就把他让给我吧 姑娘 你心心好 你让他给我缝完啊 再说话 我再给你开一道口子 你不要在意啊 就差一枕了 一枕也不行啊 姑娘 我胡子 你心心好 让他给我缝 缝完吧 走 凌昊呢 他什么时候回来 你是来找凌昊的 他这个人你也是知道的 不是我叫他来 他就会来的 有的时候吧 我叫他来 他马上就来了 还有的时候 我不叫他来 他突然也就来了 还有的时候我 有完没完 你看看你握枪的手 你是不是中过零号的针啊 那针有毒 他会杀人 不会用毒 我教他的呀 你不知道吧 这细耀里边有很多成分 稳定性很强 而且毒性啊 大得让人难以想象 拱啊 琴啊 这类的药材 只要零点一克 你别说杀人了 杀一头狮子 老虎 都轻而易举 所以这个世界上 最毒的不是枪 你把这玩意儿拿开 我可以帮你解毒 你想怎么样 我没有别的要求 就是 我最近在调查红色子弹的事情 你呢 又用红色子弹袭击了梁少秋 所以我想知道 你那红色子弹是从哪里来的 还有你的任务 是什么呀 你把解药给我 我就告诉你 行 行 我把解药给你 不过你要保证啊 你不能伤害我们的性命 放心吧 你又不是我的任务目标 我没必要杀你 我给你找解药 找解药 炸到了 快点 说好的啊 你以为你拿了解药 我就会放过你吗 你不要开枪 不要开枪 你要开枪的话你也活不了 你说什么 就是 林昊教我的 骗人呢 不能只骗一次 中间起码得要两到三次的转折才行 才能把戏做足了 所以 刚才给你的才是毒药 何警官也在找林医生吗 没有 我外套落这儿了 我过来找外套的 梁绍找林医生 他应该不在 他好像回诊所了 说是 药不够了 那等林医生回来你告诉我一声 今天我过生日 有礼物要送给他 好 帮我借一下吴家诊所 喂 哪位 蓝姐 林昊在诊所吗 林昊 你再这么乱来 肩膀是会废掉的 行了 皮外伤 皮外伤啊 他从小脾气就这样 倔得狠 劝多少回也不停 还说自己当医生治病救人 结果连自己的命都不当一回事 林昊 我跟你说个事 老师 你先别激动 冷永汉已经来过诊所了 他应该是想从你这里下手 对付梁绍秋 不过你不用担心啊 我都按照你教我的方法 已经处理好了 他现在人在诊所 应该不会闹事 而且我从他那里 了解到了红色子弹的来历 以及他的任务 你小子上手倒是挺快的嘛 看你长得这么单纯 没想到还能骗得过小韩 挨了多少坐啊 我 我 不是 癌奏换情报 也是很值得的 嗯嗯嗯 他告诉我 那批子弹呢 本来是属于梁家的 几年前 他们派人秘密 销毁了这批子弹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有人找到了子弹的残寒 并且重新修复使用 冷永汉的雇主 就是专门指定 要用这种子弹 去袭击梁少丘 但是更奇怪的一点是 他们叮嘱了冷永汉 说是可以打伤 但是不能致死 这听起来 不像是袭击啊 倒像是复仇 那何欣欣呢 她怎么样 冷永汉 冷永汉 是你吗 那天晚上 是你在地下室 帮我挡子弹的吗 是你在监视杨少丘吗 这个红色子弹的主人 是你吗 你为什么躲着我 不告诉我 倒是你的伤 你这个肩膀 能不能爱惜一下 你自己的身体 去去去去去 怎么烦你 真烦你 走走走走 你回去打电话 看来这小子 还挺享受小韩打的 干嘛这样看着我 我看你是不是 喜欢的姑娘呀 你可从来都没有这样过 什么呀她就 我病人嘛 她恐血 情况比较复杂 我要时时刻刻盯着她 前几天就听小帆说过 你竟然在她面前睡着了 你可是被训练出来的 晚上是无法入睡的 还说她只是你的病人 我看像是你的睡美人吧 来来来来 不吃了不吃了 你干嘛去 梁绍秋 太危险了 我不放心她一个人在那边 我要去看看 你是不是疯了呀 你这样怎么出去啊 林浩 如果那个人是你 你 如果那个人是你 你一定受伤了 但你却在我面前 重作若无其事 你老是突然出现 然后又突然消失 你好像知道我所有的事情 但我对你 却好像一无所知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为什么总是随意进出我的世界 为什么在我的生活里 到处留下你的痕迹 我是不是已经不习惯一个人独自行动 如果看不到你 我会害怕 我会担心 何欣欣 请 你这个安保工作怎么做的 警觉性那么低 我都已经在你背后了 你一点反应都没有 如果我是坏人的话 你早就没命了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 今天发生这么危险的事情 你人去哪儿了 一整天看不见人 我打电话回诊所 蓝姐说你不在 我问曾帆 曾帆说你一整天都在诊所 我问她什么情况她也不说 你每次都是这样 你要求我做什么都要告诉你 但你自己要做的事情 有什么都不说 你知道我有多担心 你 不许是我在这里 你是否愿意 恭喜啊何警官 林医生 可是何警官 你这么做不太好吧 我明明跟你说过 等林医生火辣了你要告诉我的 林医生 为了今天的生日 我可是整整忙了一天啊 准备了一个大惊喜 不好意思啊梁少 我错了 那你的生日 我有错过了什么吗 虽然呢你来晚了 但是惊喜是不会跑的 走吧 带你去看看 我去房间等你啊 何警官 我求你还是不要等了 因为今天晚上我们会很长时间 我怕你会失望的 没事的 不管多晚 我都等你 我之前见过我的私人医生 给小动物做实验 我最喜欢的就是空性症 注射完成之后 很乖很安静 又非常听话 而且全身上下 看不出有一点伤痕 堪称最完美的艺术品 林医生 不如我们就把它 改造成这个样子 好不好 看来梁少跟以前的医生 玩过很多次 懂得挺多 很专业 这么私密的事情 我可是只跟林医生一个人讲 像这种手法 应该是司空见惯了吧 你可是在德国的战俘实验室里待过的 我 新娘呢 你个变态 我们谢老大修 是这么被你给害的吗 你也太嚣张了 我不信你今天就在这儿把我给做了 我 你看他是不是很吵啊 如果把何警官惊动了 那就不好办了 不如 让我们看看林医生能够在几分钟之内 让这只闹哄哄的大猩猩闭上嘴 明超提显的大猩猩 好 好 何警官 这么做也太没意思了 这么着急就来抢人啊 梁少 你父亲刚刚来电话了 说有事情 要你亲自跟他说 你来干嘛 我刚都听到了 你没有杀他对吧 你不是那种人 我是哪种人 你真的很清楚吗 你帮我治疗孔穴症 在我停止的时候陪我 虽然晚上会说我安保失职 但你是担心我的 你是不是想多了 还是因为我刚才亲了你 你误会了 我亲你是因为梁少想看一下 一个平时那么严肃的警官被一个男人亲了是什么反应 他还在计较我帮你挡酒 三合汇 三合汇 背景视力那么大 还让我赚了那么多钱 我为什么会待在那个破诊所里边呢 我是来赚钱的你也清楚 我把你留下来 就是因为你好玩而已 好 我知道 你真的很喜欢骗人 你为了骗梁少 替他挡了一挡 我问你疼不疼 你居然还笑了 我们签了一个那么苛刻的条约 我都违约那么多次了 你随时可以解约 但你并没有 我觉得 你跟一个人很像 这个人 在太平大街的车祸中救过我 在立湾俱乐部帮我挡过枪 在俱乐部天台也救过我 但他却说自己很危险 不让我靠近 我查过了 在火车上 他杀的那些人 根本就没有死 你说这样一个人 又怎么会杀人呢 又怎么会以打赌为乐 占女生便宜呢 我知道你不想杀人 让我帮你一次吧 偷偷地 去明珠瑶厂等我吧 之前我梦游 也是你骗我对不对 既然你说 接吻那次是骗我的 那我告诉你 这次是真的 这次是真的 你骂吧 我来花城已经快满三年 你有来看过我一次吗 你就一辈子躲湘江吧 你没资格来管我 再给你三天 你不来就一辈子 别想见我 三天之后 我就离开花城 从此你就没有我这个儿子 你永远别想来见我 在哪儿ock 你竟然说吧 你不得了你 我这次就要你 我们不得了我 月光奏鸣曲 听过吗 我六岁的时候就会弹了 那个时候 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当一个音乐家 所以我每天拼命地练习 就是想在我生日的时候 弹给我爸听 但是我生日那天我爸没来 然后我就去找他 你猜我看到了什么 我看见他在杀人 儿子 你怎么来了 来要生日礼物 杀人当然比陪我过生日要重要多了 他看到我来了 只跟我说 你怎么来了 你是不是想来找我要生日礼物 于是他就弯下腰 从一个男孩的尸体上把这个八音盒拿出来送给我 来 拿着 他跟我说 你不是喜欢弹钢琴吗 拿去玩吧 你这个没出息的东西 那个小男孩 跟我差不多大 从此以后 我就再也没碰过钢琴 那我偏要证明给他看 走 游戏开始 听手 你又没有想过 如果金刚十分钟就断气了 那我们今晚 岂不是很无聊 我有一套方法 在德国的时候 是很受欢迎的 好啊 林医生做这种事情还真是熟练 当年在德国做战俘实验的时候 有个方法 更干净更漂亮 只要温度超过了一千摄氏度以上 人体组织就会气化 就好像没有在这个世界存在过一样 看来林医生已经知道要把他送去哪儿了 明珠瑶瑶 只要一开炉 金刚就会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这个那么多小小的生意 都会出现了 包丁 大丁 他在家里面 ом 带来 2 3 5 5 6 你睡地上 离我远点 没问题 给我找双新辈子 不是 那就是新辈子 嫌我麻烦是吗 行啊 给我解药 我马上就走 你走之前啊 我得看着你变成一个好人 我不相信你们那一套 杀人 我觉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你啊 要改变自己的想法 改变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行了 你就是欠揍 就这床被子了 你啊 干不干净的就凑合着干了 不然你就得挨动一宿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就觉得吧 你就是被异化了 你认真想想 人的生命只有一次 是很宝贵的 你杀的那些人 也有欺儿老小 我们做医生的 就有一个人有多难 像你这样的 就是所有医生的公敌 好 算我倒霉 你有种就别给我解药 我要求很低的 你只要放下枪 踏踏实实找份工作 你要是找不到 我可以给你介绍啊 之前家里 给我介绍一女孩 算是青梅竹马 可是我们俩呢 我并不喜欢她 她也不喜欢我 她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不理我 我曾藩的女朋友 我只希望她健康快乐 我们一起看日出日落 有时候啊 还可以和我 我的朋友 一起喝个早茶 手上不要有人命 不要东躲西藏 更不会啊 受莫名其妙的伤回来 该走路好好走路 该走楼梯走楼梯 进门的时候啊 瞧瞧门 怎么办 你怎么爬窗了 冷静 冷静啊 我 我介绍一下 这就是我的青梅竹马 你就是她青梅竹马 啊 把枪放下 你也放下 什么事啊 赶紧出来 救人 马上 那我先去趟手术室啊 记得我跟你说的话 那我先去趟手术室啊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 改变自己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真烦 你 真烦 这是林昊做的吧 只可能是她做的 她用十三根银针 封住了这个人所有的穴道 暂停了生命体征 屏蔽了各种器官 她曾经和我说过这种神奇的方法 人的生命体征停止 最多只有半个小时 但是用这个方法 可以突破极限 可以长达三个小时之久 何欣欣 你知道这个针法有多厉害吗 我要是能下就好了 不对啊 要是三个小时前林昊做的话 她不是应该在雪姐那儿养伤吗 雪姐是谁 她应该在哪儿 受伤又是怎么回事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她的事情 我不能说 好 怎么办 我不管你知道林昊什么事情 我现在也不问你 但是林昊现在真的很危险 梁少让她杀金刚 就是想让她成为共犯 必须要尽快让金刚恢复意识 这我们才能给梁少定罪 可是我没有学过 解除这种假死状态的方法 既然林昊把人送到你这儿 那她就是相信你一定能做到 我现在就去警局 申请逮捕令 一定不要让她死了